电脑上的这样操作的 这个是鼠标 然后你把这个鼠标放到这个 股票的名字 也就是想标注这个数字的地方 你按鼠标的右键 这样一点以后 下面有一个 看到没有 标记当前的品种这里面的 然后你就打个勾 现在这三板的打个勾 这个三就显示在这里面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一大堆是二板的 一个一个就比较麻烦 然后你点上面一个 按着键盘的上档键 再按这个鼠标 它一大堆就框住了 然后右键也是右键 鼠标右键标记这里面 直接点个标记二 这一大堆呢就全部标上来了 什么这个是标注这个 个股的 多少多少多少板的 这个方法 这个改颜色的改颜色呢 你就可以把不同的涨停板数 就规进不一样的板块里面 也就是一板的你就放到一板 二板的就放到二板 涨三个涨停板的你就放到三板的票 比如说这个是二板的这样圈的 然后呢把它加入到 这个二板的板块里面来 二板板块 这是一个 然后呢就把这个板块呢 设计呢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这个二板的 我们在这里面呢 上面系统的里面有个自定义 这种品种板块设计这里啊 这地方 不同的元件 它可能出现的地方不一样 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操作 这个自定义板块设计 然后在这里面呢二板 你找到刚才二板有个颜色是吧 有个颜色 你就把它改为什么颜色之类的 你都可以由你自己来搞 你喜欢什么颜色 你就在前面这个地方啊 确定改颜色 我现在呢 因为我比较习惯 明显的看二板的 所以就把它改为这种呢 橘红色的 橘红色的 这个是板块的颜色设计 不同的板 就放到呢 不同的颜色 然后就把这些呢 不同板的票 就同时呢放到一个 放到一个板面里面来 单独搞一个板 就相当一个班里面的 一个学校十个班 每个班呢穿不同的颜色的服装 班服 然后把它们排到操场里面来 那么每一个班呢就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就是板块的这种颜色 涨停板的排序 涨停板的排序就非常的简单了 事实上就是你花一点时间拿个鼠标 比如这里面的 这里面的 这一个金山青鸡 你按着鼠标的左键把它拿到上面去 这样呢 吉泰股份这里面呢 你就拿下来 四宝这里面按着鼠标左键就拿下来 这里面松支拿得下来 神马拿得下来 是吧 重新排好的话就把它排到前面去 这样拿着 按着拿上去 你看 是吧 这样呢就把这个一步一步搞好了 如果每天做的话就是那么一分钟 主要的时间 一分到两分钟时间 是非常简单 你必须呢要熟悉 这个也不是说谁懂谁不懂的问题 是一个基本的情况 你要操作的顺利 有些基本的操作必须的学会 但是呢你要考虑一下你是否需要 当然你都不需要的话 你就没必要搞啊 是吧 连看都不看这些东西 我就拿个手机的话 那这些东西你就这种操作 你就没必要去学了